唱放聲高歌 電吉他音浪 如排山倒海而來 昔然2000年 當時的台北縣 舉辦第一屆海洋音樂祭 是蘇貞昌任內的一大政績 如今老縣長回鍋參選 當然不忘重提當年有 我當年的政策是 我編預算500萬 給100團來報名 一團5萬 我沒有當縣長後 他們的政策改變 同樣500萬 他請一個大歌手阿妹 就是500萬 就一個人 前縣長拿過往政機 批評現任市府 但新北市觀光旅遊局 馬上拿出數據打臉 蘇貞昌任內第一屆海洋音樂祭 總預算500萬 只有16個樂團參加 2014年最後一屆 預算增加到2600萬 也只有48團參加 蘇貞昌任內一共舉辦 五屆音樂祭 總共有192團參加 而總預算已經累積到 6200萬 不管怎麼算 都沒有老現場口中的500萬 僅100個樂團 你真的當民眾是笨蛋嗎 網路上一查 過去數字調出來 一比對就知道你說謊 不是不可以批判別人 但要本於事實 你連事實基礎都沒站穩的話 你也難怪你民調一直崩盤 PTT網友也馬上開轟 算蘇貞昌發布假新聞 要關三天 還有人說500萬僅100團 民進黨眼中的音樂 真廉價 也有人諷刺 蘇貞昌在神壇前都能說謊 這次提出假數據也不意外 蘇貞昌辦公室事後澄清 500萬請100團 只是一種比喻 但老現場講得信誓旦旦 被數據打臉後 就用比喻搪塞 自己的公信力蕩然無存 我當年的政策是 我編預算500萬 給100團來報名 一團5萬 記者張超鵬 共同軍 台北報導